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我真的很开心的 可是问题就是需要准备一笔的经费 大概是三千到四千左右 所以说那时候我就开始担心了 就一个机缘巧合之下 我就拿着我的文件到了YB的office那边去 这样啊 每个YB就是说帮你帮你 到最后也是没有帮你的 所以说我讲OK咯 谢谢你啊YB 然后我就回到去学校 然后应该是大概在去中国前两三个星期左右 YB就call给我 诶 志勇 你的支票已经准备好了 你可以上来拿 哇 我顿时我就觉得 原来不是每一个YB都是这样啊 这个YB真的是说到做到了 还记得 在我念STPM的时候 刚开始我是边读书边做剑子 打算靠自己所赚来的钱供自己读书 可是每当快要考试的时候 其实还蛮吃力的 幸亏有刘老师的关注 他担心工作会影响我的学业 所以在刘老师的影间下 向欧议员求助 欧议员他非常热心 在他的协助之下 我得到了三星人士的建筑 让我专心学业 如今 我成功申请奖学金 升上英国University of Crystal就读地知识 所以说 我还蛮感谢他 其实真的 他跟我讲一句 他就是说 因为你是三大根人 所以说我就有权去照顾你们这般三大根人 更何况 每一个年轻人都有他的自己的梦想 不要因为经费的关系而荒废了他的梦想 此外 欧议员不但乐意为教育做出贡献 而且也很关注环保课题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他身上 同学们都能学习掉 守时的美德 欧议员非常守时 而且他为名效力 不屈不扰的精神也很值得大家学习 欧议员可说是青少年的好伴娘 欧议员的功绩 大家有默共度 最令我感动的是 欧议员经常牺牲他的午饭时间与我见面 他说 只要在我放学的时候见面 那我就能找一点离家问题功课 可见 欧议员是如此爱名如子 这也让我感到有些遗憾 因为每次见面欧议员都对挨饿 而且欧议员从来不会三言两语的草率老师 在此非常感激欧议员一直以来的资助与鼓励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多多支持YB 因为YB真的是一位很为三哪根人民 尤其是年轻人的 为他们做出贡献 欧议员可是一名非常用心 有求第一个好领袖 因为有他的带领之下 三哪根一定会朝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其实 贤能就在脸前 请大家多多支持欧议员意愿 请投他一票 谢谢